大家好,歡迎收看 錄音廠檔沖線背後 今集繼續有蝦女 進進來和你聊聊計家 歡迎蝦女 你好 因為上集有跟我說過很多 關於財碼的事 今集不如說說你自己的事 好 先說說宅偶條件 因為在報章、訪問中 我聽說你很想找一個孝順的男朋友 是否外形不是那麼重要 其實也不太重要 因為我看內在未多 當然是外形最好 但第一,最重要是性格 以及跟她相處得合不合 因為我相信兩個人一起 要相處很多年 可能是四、五十年 所以大家能否合得來 大家能否互相遷就 大家的價值觀 以及大家對錢的觀念 其實也很重要 這些我會衡量 以及是我擇偶條件之一 我先測試一下阿俊俊的反應 這裡有幾位型男 看看是否你的茶 我們要先喝茶 這裡有一隊韓國人氣樂隊成員 是否你的茶 不是 未必,好 太英俊了 太英俊了 這個也很有型 碧咸 也是,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這個還可以的 好,本地明星 這個還可以的 這個還可以的 不過反應上,好像比較喜歡碧咸 對 好,最後,足球明星 他也可以的,可以考慮 也可以考慮的 有一個刀字 還有一點疾,未必是 那似乎是碧咸是你心目中的最佳人選 為甚麼 其實我捧曼聯 在我看球賽,捧曼聯 為甚麼我很喜歡曼聯呢 是因為碧咸 為甚麼會喜歡碧咸 因為他有很多優點 他個人的性格很善良 他亦在足球上、訓練上很勤力 他亦很有商業頭腦 所以他有很多優點,所以我很欣賞他 說到你踢球 其實你為甚麼會喜歡踢球這個運動 是否因為硬亂、迫咸 而因為就這樣踢球 是,我為甚麼會喜歡踢球 因為在2002年 日本和韓國的世界盃 自己也有跟家人一起看球賽 在看球賽的過程中 我覺得原來足球真的很好看 很刺激 雖然一場球賽不是踢了很多球 但那種組織 以及如何攻擊踢球 其實真的很令我喜歡這個運動 所以自此以後,我想繼續看球賽 以及踢一份球賽 所以我也會參加一些雜訓 以及本地球隊一起練球賽 當時每天都有踢的方學 你從多少年開始就開始踢球賽 十二歲 十二歲開始 就已經學踢足球 是 現在還是還在踢球賽嗎 現在還在踢球賽 大學那時回來 因為工作忙,停了一段小時間 但現在也有繼續去集訓 還有繼續去訓練 對嗎?踢友誼賽也有 很簡單 聽起來很專業、很專業的一件事 聽聞你曾經入選過 香港的足球代表隊 是,在十五歲那一年 我踢本地區銅鑼灣球隊的時候 被香港隊的其中一個教練 邀請我進入U18的香港女子隊 我答應,因為這是一個很榮幸的機會 我開始跟他們訓練 跟他們訓練的期間 他們很快就叫我入選 那時候叫奧運外圍賽的比賽 我跟隨香港女子隊 U18的球隊 去了台灣那邊去比賽 我記得第一場比賽就是對著台灣 當時你自己是正選還是後備 還是只參與呢? 我當時正選 教練也給我一件十號球衣 在足球中十號 好像是中場的主持人 指揮官 對… 所以當時很榮幸有球衣號碼 所以比賽時也奮耀樂力 因為十號球衣號是足球上 有身分的象徵 對 但是你踢什麼位置呢? 我踢中場中 中場中 對,派牌那個 除了U18之外 我聽聞你曾經試過做大港腳 當中有沒有幾場比賽 你自己的印象比較深刻? 最深刻是第一場比賽 代表U18香港女子隊出賽 對著台灣 對,因為當時真的一出來就開始奏國歌 心情很感觸 你有沒有哭出來? 沒有,但是很感觸 而且好像覺得自己是其中一位 對於11個球員代表香港這個城市 所以那一刻真的覺得很榮幸 除了代表香港隊外 有沒有想過去外外其他地方集訓? 有,我以前16歲的時候暑期 去過英國曼茲斯特集訓 我去了曼聯足球學校集訓兩個月 為何我會去曼茲斯特 迫涵 其中一個很大的羊迫涵 也希望在那裡見到他 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很希望成為一個職業足球員 這是我小時候的夢想 是 我希望去到曼聯足球學校的時候 被聲探看中 可以留在曼茲斯特 繼續跟他們集訓 有一天成為職業足球員 最後有沒有其他聲探 其他教練找到你去踢其他隊伍? 也有,當時回到香港 所以被推銷到香港女子隊 也知道了,除了足球、賽馬 現在都開始展開自己的事業 現在是否在做一個關於迷你倉的生意 是… 因甚麼原因會展開這盤生意呢? 是否家裡比較多東西 嘗試找一個迷你倉,進一進 之後就喜歡做這盤生意 為何最初會做這盤生意呢? 因為我當時在德勤會計師行打工 做顧問 我當時發覺打工生活比較黑板 而且可能不太適合我 我經常都想找一個事業 真的可以充分地利用到我的創意 我當時是我的創意 還有我能夠說到事業 我能夠完完全全一手創立的事業 當時我看中香港的單位物業 越起越小 立米樓亦成為趨勢 所以覺得會否迷你創意的行業 可能有可能有得想、有得做 所以當時淡粗粗地 22歲、23歲的人淡粗粗地 就問了我爸爸 提出了一個想法給他 他也說可以,你試一下 就開始了這個迷你倉生意 暫時現階段 有遇上一些比較大的困難嗎 有,尤其是在創業階段 真的有多多困難 其中一些困難似乎是關於人 譬如我當時身兼客戶服務 也會在前線服務客戶、銷售客戶 我當時最困難是客戶投訴 因為客戶很凶狠地罵我的時候 作出一些很大聲的侮辱 我會很害怕 我最初不知道如何反應和應對 所以最初跟客戶一起談完時 都有私自哭 另外一個很挑戰的困難 就是管理員工方面 是,因為最初公司比較小 亦很少同事 可能只有一個自己或最多兩個 怎樣令他們覺得公司有前途 可以讓他們的行業有發展 這些都是一個困難 是 但你繼續在創業上 有否設定一個目標 有否終極目標 有,我也希望在這三年內 可以在港九新界遍布 都有我公司的迷你倉 還有在更加長遠的目標 就是迷你倉也算是地產業的 其中一樣 都是租務生意 我也希望在地產業的食物鏈裡 可以晉升到舊樓翻身 甚至如果最厲害的話 可能希望是做發展商 對 現時如果要你多謝一位馬圈中人 你會多謝哪一位 我會多謝蔡若翰 因為蔡若翰是一位很出色的練馬師 也是我們家裡的馬的御用練馬師 他為人也很友善 在我們擔心的時候 他會出來安慰我們 他也安排騎士很好 訓練馬也看到他很有能力 以及很有功力 所以我們家裡的馬才有這麼好的成績 所以我真的會多謝蔡若翰 沒錯,蔡若翰是一個冠軍級的練馬師 也非常感謝蝦女 這兩集上來沖線背後接受我的訪問 也希望很多馬迷都想見到 蝦女的馬快點可以下場比賽 謝謝你,蝦女 謝謝 再在中甲爭分奪廟 內蘭那邊還有50、50 但我都是偏偏的馬 好,最後200米到了 黃蝦王竟然是鐵蘭拋離了 大家過幾身位 外面紅衣星臣踏著 追上來,中間還有增分奪廟 接近終點,黃蝦王 在外面就一放到底 紅衣星臣第二,第三名是增分奪廟 字幕志愚蝦王竟然是搭旁邊的 字幕詞 詞曲 字幕志愚蝦王竟然是增長